华联市清洁队在正后提供民众 清运大众的废弃物和砖瓦石块 一个多月来已经接获了超过650户的申报 而市长魏佳燕也在日前也特别前往市区一处 关新民宅围墙倒塌的清运作业 并表示公所将尽全力协助市民朋友重整家园 让生活回归正常 华联4月份连续强症 造成不少民众家园受到破坏和财产损失 华联市清洁队随即展开大众废弃物 以及转瓦石块免费轻运服务 那我们华联市清洁队协助我们华联市的一般家户 来轻运大众的废弃物跟营建废弃物 总共的数量有610公吨 那协助的家户数达到150户 华联市中山路131项一处老旧民宅 由于长久无人居住 后方围墙不敌连续余震倒塌 经过里长张东耀巡查后 才通报清洁队协助清运 这个应该也有一点历史 也有差不多四五十年左右 在5月11号的时候的余震 下午的余震 那这个墙面就倒塌 那我们也立即来通报市公所 而市长卫家燕也特别到场 关心现场的清运作业 希望民众能安心放心 公所将尽全力协助市民朋友 重整家园 让生活回归正轨 陆陆续续的还是一直在通报进来 那在这边也要跟我们民众说 只要有任何的地震相关的一个受损 都可以打到清洁队来做一个询问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清洁队的 我们同仁 非常的辛苦 卫家燕表示正在过后清洁队工作量翻倍 由于受理清运的案件众多 纳入清运排程的部分 清洁队一定会依序到府为民服务 也要拜托大家多多体谅 给花莲市的清洁英雄更多肯定与掌声 记者 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 我要讲同样的话